出入境规定方面 在加州联邦众议员博曼的推动下 联邦国土安全部最近决定 允许日后台湾民众进入美国时 可以正式在I-94表格上 标注所属国际的栏目 直接填写台湾 如果您不是美国公民 或是持有绿卡的美国居民 或是具有移民签证的民众 那么入境美国时 都要填写I-94表格 在加州联邦众议员博曼的推动下 联邦国土安全部最近同意 日后来自台湾 而且不具有上面所讲这些身份的民众 入境美国时 可以正式在I-94表格上 国籍也就是country of citizenship 这一栏填写台湾 而不需要填写China Taiwan 对于这项决定 洛杉矶的台美人组织 有正面的回应 这一点我的立场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是让台湾民要进入美国 我会在那边犹豫 是要写哪一个国家 那现在可以直接写您是自己去台湾 我是很赞同 加州民主党籍的联邦中议员博曼 是在6月19日致函 联邦国土安全部部部长纳波利塔曼 要求他们不要再将台湾当成中国台湾 所以博曼今天发表声明 认为国土安全部的决定 对整个台湾人社区来说 代表着公平和胜利 不过也有侨团领袖认为 这项决定对中美台关系 不会有重大的影响 但我个人认为 这项政策的推出并不意味着 美国中国大陆跟台湾三边的关系 有所变化 而是说未来美国对于台湾民众 开放免签证的时候 那这一项填写i-94这个内容的更动 应该也是为了他们执行上的便利 联邦国土安全部的这项决定 除了会影响台湾民众i-94 表格国籍的填写之外 美国的全球快速通关计划 也将接受台湾为国籍选项 18台新闻黄明仪 宋小云洛杉矶采访报道